作者 虎福 图片来自网络 欢迎参与本委延伸话题7月26日 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7月25日在作会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在南海问题上更加强硬 不过 当有议员问及马来西亚海军会否派军舰前往南海争议区域 表明马来西亚虽然是个小国也不会被欺负时 塞夫丁强调不会派军舰去南海 小国不会被中国欺负 除非自己去找欺负 作为东南亚国家 塞夫丁的发言 反映了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明确立场 那就是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 维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这给一直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的美国浇了盆冷水 本来还希望刚刚变天的马来西亚能在南海问题上搞出点动静来 当然 塞夫丁发表这番话 也是基于中马两国多年以来良好的关系 和在南海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近些年来 中马贸易发展迅速 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两国在金融 教育 旅游 乃至军事领域内的交流也不断加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来西亚取得的发展成就 离不开中国的有效帮助 马来西亚攻略作者 全球攻略边协助编注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为了落实一带一路规划 在马来西亚投资兴建了一个贸易港口 黄金港 该港口的建成将取代新加坡成为马六甲地区最大的贸易自由港 但此举遭到了新加坡的反对 新加坡为此炒作中国 意在加强军事存在港 还借机抛出南海议题 对于新加坡的无端揣测 中国进行了有力驳斥 实际上 新加坡担心黄金港的建成 将冲击其马六甲贸易地位 而在中国看来 建设此港 主要是为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巨大帮助 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 没有跟着其他国家乱来 尤其是在与中国的南海岛交争议上 马来西亚始终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而小心形势 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友好磋商 随着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敲定 南海局势已经变得稳定平静 在这种背景下 马来西亚才发声中国不会欺负我们 除非自己去找麻烦 无独有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之前也曾发表过 如果派兵去南海等于自杀 人民会枪毙我的言论 事实上 中国除了在外交上积极开展磋商 致力于用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端 还通过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 出动空军战机巡航南海空域 加强海军巡视南海争议地区等举措 进一步遏制了相关国家的蠢蠢欲动 稳定了南海大局 相信 未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加强南海管控力 各国更会严格遵守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相比较特朗普提出的南海 航行自由 和平更受大家欢迎 延伸话题 黄金港对新加坡有什么影响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 严正声明 多家自媒体未经授权 在微信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 如果有需要 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 原创不易 谢谢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